好 因为反对病童的连叔叔成为众矢之地的景安里 其实呢 在这里的地位置相当的不错 除了行政院长的官体就在这儿 其实区域里头也有很多的名人 像是洪基创办人施政荣 还有央行总裁彭怀南 这里的居住品质也是相当的高 大安区景安里便于标榜人文气息 但却因为排挙病童直家进驻 现在居民被网友贴上 天龙国不知人间疾苦的标签 记着墙上的签名板 讲起来过的明星客人 大安区景安里的店家好得意 事实上 这家咖啡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就在行政院长的官邸旁边 开设将近五年 每天来喝下午茶的客人没停过 现在是张沛妹家街 还要祝福 还有去午茶街 客人还是以学生 或是附近政大公企中心的老师为居多 或是附近的居民 大安区景安里的另一头放有旺区 一家接着一家都是古董店面 这里还是古董文物爱好者最喜欢寻宝的好所在 蒋介石到这边来了这个地方 这边就是一个文化区 那有很多教师 文官 还有这些医生 律师都住在这个附近 那文化气息很高 那有很多人从老家带了很多古董字画 到这边来啊 他们有时候会托这边的人去卖 除了特色店家 景安里更是所谓的名人像 除了行政院长陈冲官邸 红级创办人施政荣也是这儿的居民 央行总裁彭怀南同样也住在景安里 过去彭总裁还会出门做运动 名人多 名店多 这儿可是标准的高级住宅区 但这会儿应部分居民大动作 反对病童中途之家进驻 臭名登上全国版面 最后还是北市府跳出来 看居民将心比心 宣告本周内就会核准中途之家的使用执照 中午你会不会觉得好 近台北才能够到